今天进入了第十九周的周一 在今天的读情当中 我们看到乌兹克尔 向我们传递了他所看到荣耀的天主 每个人都愿意看到天主的先现 天主先现的那种荣耀 彰显出来的确让我们自己感觉到很惊奇 而乌兹克尔他是在被冲军之地的四地的儿子 他被召教是因为 乌兹克尼亚王被加瑟丁人 劫亡巴比伦的时候 他所看到的是天主的荣耀 并且把这些事情 传递给当时的天主酸民 我们首先应该知道 梅瑟法律里边已经清晰地向我们说了 不能够给天主塑造 图像 免得人们敬拜欧像 那么为什么 欧兹克尔今天为我们所相书 所描绘的天主的身能 这一点呢 首先让我们自己所能够想到的 是限制要用这辉煌荣耀的景象 来给予被冲军之地的即在耶路撒冷的这些民众 让他们对天主患有信心 应该知道反省自己 不要再固执地继续去背弃天主 否则 这才是耶克尼亚往北出军的 那么当时在耶路撒冷 还有一些文化 没有什么文化的那些人 他们抱着一种爱国的倾诉 他们认为自己爱国 他们想获得自由 他们要抗争 其实这并不是天主的用意 天主要用加斯丁人来净化他们 鞭策他们 是让他们自己去反省自己 真正被冲军 真正遭遇迫害的主要原因 是他们背弃蒙月 充斑偶像 所以我们今天 酸度的阿兹可尔先知 所说的这一切 我们不要去羡慕阿兹可尔先知数 其实我们现在所领受的 远远地超越阿兹可尔所看到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 亲自地去领受 领受了那连宇宙都容纳不下的 天地万物之间的主宰 当在这地台上 神父主生了 忧性科间的灭柄葡萄酒 他成了 耶稣 在这个世界上 存在的具体标现 并且让每个基督徒 都能够前来领受 所以阿兹可尔只是看到了 那云中的气管 那荣耀的一面 而我们现在呢 所领受的是暗中的圈圆 那坐在包座上的 相思人子的 中天使千呼厚拥 所围绕欢呼的宇宙的主宰 我们感觉到荣幸吗 我们是否真的把这样的信息 向我们周围的人去宣传 我是世界上最优福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因为我不光能够称呼天主为父 我在今天就能够分食天上的永恒圣宴 所以多次的弥撒圣祭 讲到的时候就跟教友们说 我们现在在这里举行的这台弥撒圣祭 其实说白了 那就是我们天父爸爸 邀请我们 预先分成天上的圣业 天主请客 而我们自己的食物呢 却是他的儿子的血 儿子的肉 让我们自己吃了以后 能够真实地意识到 天主的生命 在我们身内贯穿了我们 所以我们 借着今天 阿兹可尔仙之书 也能够感触到我们自己 与那荣耀的 相思人子的荣为一体了 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 当我们想起来的时候 多么喜乐呢 当然不是 每次都是这样 有一次在毕经的时候 神父也真实地领受了 在那次 记忆当中 让自己 可以说受惠意识 你亏在哪里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当你举起圣体的时候 你就能够看到 天朝的种生圣 都齐聚在这 小小的地台上 天使 他们都奉拥在这里 朝拜着地台上的耶稣 我们能够想象到那些 长翅膀的 美丽的天使 把这个空间呢 都已经冲散了 虽然天使是不占地方的 但是 不光是神父给我们 将的是真实的 那么在那次 天主给的这种 感觉当中 真实地 灵回到那种荣耀 所以我们 灵受了这 荣耀的宝座 这荣耀的 相思人子的 我们应该让这份喜悦 充塞着我们这宇宙的 媒体生活 充塞着我们 所有的遇生 使我们 时时刻刻 极度喜悦地 去分享这份喜乐 让这份喜乐 带着我们 走在我们人生的旅程 在今天的 马道福音 耶稣预言了第二次 梦难 也就是说 他预言了自己 要被交在忍收中 被傻害 随后他们到了 葛法王 葛法王的 圣殿的 殿员 他们 没有直接地 来 证讯 耶稣 去 质问 伯多禄 关于 为圣殿 纳税 因为犹太人 他们都有一个 这样的规律 那就是说 成年人 都要向圣殿 交纳 殿税 殿税呢 是拜谢克尔 也就是说 一个人 散四铁的公子 拿到圣殿里 来 建筑圣殿 那么 殿员 问 伯多禄的时候 伯多禄 回答呢 连 思考都没有思考 说 当然要叫 耶稣 当时 并没有 拨 并没有 拨持 伯多禄的 酸子 到了 五里 也就是说 回到家里了 他就 问西 你以为怎样呢 地上的君王 向水征收 关税呢 是向自己的儿子 还是向外人呢 我们看看 宇宙万物之间的主宰 身为老师的耶稣 面对自己的徒弟 有了一个错误的酸泽 他并没有责怪 这让我们每个身为 掌上的 看到耶稣的标率 很委婉地 把这些事情 化解了 交拿点税 耶稣知道 他背后的约影 甚至 所延伸出来的冲突 而伯多禄却不知道呀 所以问伯多禄 伯多禄 他是以 平常犹太人的这种 正常思维 说应该呀 当然要交 交点税 所以耶稣 向他说了 在这方面 耶稣就是要证明自己 是天主的儿子 即使天主的儿子 他服务于天主的圣殿 我们看到他 起初点累商人 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为了圣殿 把耶稣的精力耗尽了 耶稣一生当中 服侍于圣殿 那么 他都没有必要去交纳点税 在这里呢 为了比面冒犯他们 你到海边去钓鱼 要求伯多禄 以捞作来交纳点税 钓上来的第一条鱼呢 口中含着一个硬币 这是双倍 两个人点税的双倍 我们看到伯多禄 他自己手画的时候 从来都不考虑后 可无之来的就去硬成下来 伯多禄说的 跟自己做的 真的有时候不相先进 其实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中 很多次也跟伯多禄一样 前两天我们刚听了 耶稣在凯撒利亚问 关于人子是谁的时候 伯多禄收到七重的时候 你是摩西亚 佣胜天主之子 你看当时他自己就说出了 而耶稣述说人子要被交付 他马上就助来着耶稣 主啊 这些事情千万不能够发生在你身上 我们不要去耶路撒冷 耶稣却说 撒旦推到我后面去 开开在万财庭的时候 伯多禄那么勇敢地说 我们为主去致命 然而在寿难的迁徙呢 他却背叛了耶稣 三次否认了耶稣 伯多禄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其实耶稣为什么要建策伯多禄 为教会的叛事 教会的叛事就是一遇跌倒的 因为自从伯多禄 领受了圣神 当他开口的时候 却能够让三千会中呢 接受了洗礼 认识了真道 他在没有接受圣神的时候呢 他仍然是住在自己之内 以本性的思维 本性的想法 本性的做法 所以他在跟随耶稣的出众呢 并不是要走向狮子架 而是要将在耶稣的国度当中 获得殊荣 就如同我们一样 为什么要领洗呢 有很多的人领了西 背起了信仰 放弃了信仰 为什么呢 他们认为 结受了洗礼 加入了教会 就能够获得自己 想要什么得什么 想求什么就领验 然而当自己遇到挫折 遇到逆境 遇到迫害 他们就马上的背起了信仰 抛弃了信仰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 耶稣在今天为我们所 支持的第一点 就是在告诉伯多禄 你身为徒弟 应该跟在师父后边 而不要提师父去佐 同样我们自己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先应该静下心来 去做一个默想 开开该做 还是不该做 尤其是 面对显在的信仰 今天教会 又在侵入 我们看到 圣老愣主 是 路马三百年大教乃 即将结束的时候 一位指示 他是跟随了教宗 当教宗 梦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 教宗 西斯都一世 被被捕的时候 老冷卓 就跟随着教宗 说为什么 不拎上窝呢 教宗说 三天以后 你也会跟我一样 他几度的喜悦 特别的高兴 因为他是管理财务的 所以说他会去以后 就把教会的菜餐呢 去试涉给穷人 试涉给那些流浪人 当他这些 一个大纵作 引起了宗度的固件 就认为 教会拥有 亨度的宝贝 就把老冷卓叫来 听说你们 显记的时候 有金气 你把这些都 搜集过来 把所有的宝贝 都拿来 就能够灭于死亡 老冷卓说 是的 我们教会里边 宝贝很多很多 你容我几天 所以说 他在圣余的那 两天多呢 把所有的这些 都散尽了 召集了 所有的那些 贫穷的 乞丐流浪人 来到宗度面前 向宗度说 这就是教会的宝贝 真的这些 流浪的人 都是耶稣 用包血 所救赎出来 然而我们看到 因着这样呢 触怒了宗度 宗度让他 接受了 非人的折磨 最明显的是 当他自己 受到烙 也就是说 受到烙印的时候呢 一边 被考树了 他自己还很乐意 很喜乐的时候 这边 我会讲 你 好 我会讲 你 好 你 有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